其實性功能障礙在糖尿病的男性病人 特別是過了50歲其實都很普遍 有一個保守估計大約40-50%的男性病人過了50歲 都會有不同程度的性功能問題 我們一般來說性功能障礙可以分開幾部分來看 究竟是性慾不足、不舉撥起的問題 還是射精的問題 我們其實在糖尿病來說 最常見的就是不舉的問題 不舉其實撥起這個功能是一個很複雜的生理現象 包括荷爾蒙、血管、神經各方面的影響 如果不能夠維持到一個正常的撥起 不能夠完成一個性行為的話 就有問題了 這個其實是一個警號 在糖尿病人來說 因為它反映它的血管狀態非常差 那哪類糖尿病病人會容易有這個撥起的問題呢 如果糖尿病的病史很長 例如超過20年以上 它如果開始有糖尿病的併發症 例如周邊神經病變、血管病、中風、心臟病、下肢血管病 例如它有一些吃血壓藥 而吃一部分的血壓藥 可能都會令到那個撥起有困難 那當然很多糖尿病患者 它都有不同程度的憂鬱 那麼這個也都會令到撥起那裡出現問題 如果有撥起問題 其實我們作為一個內分泌科專科醫生 我想最重要都是排除這個冠心病的可能性 因為很多研究都發現 開始出現這個我們叫ED 即是撥起問題的糖尿病病人 是很大機會在兩年至五年之後 是有冠心病或者是心臟病變、心臟病發的 我們通常會在一個病史上問一下 它有沒有冠心病的症狀 例如會不會有心口不舒服 走路氣喘 走上樓梯兩三層樓已經有心藝 心口不舒服 那麼基本的檢查就是一個靜態心電圖 那麼跟著我們都會建議病人做一個 電腦素描的冠狀動脈造影 那麼排除這個冠心病的可能性 那麼我們通常就第一件事 看回血糖控制 血壓控制 和膽固醇的控制 看回它用中的藥物 有沒有部分是會影響到撥起功能 那麼盡量呢 減少或者甚至希望用第二隻藥物去代替那些影響 撥起功能障礙的藥物 那麼最重要都是排除這個冠心病的可能性 因為如果有冠心病 我們建議病人都是不要使用藥物去幫助撥起 快點處理到冠心病的問題先 哦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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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